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我們繼續更新歐澳門這邊和微勒相關的最新資訊,分別有媒體就分別訪問了政府和博企,問他關於資助或者是一些sponsor廣告的時候,我們一起看看到底說些什麼。 根據澳門店頭消息,社會文化師師長歐陽瑜表示,文化發展基金各項資助的要求基本上都有共同點,譬如列明不能違反國家安全,不能違反公共秩序,不能違反善良的習慣,如果資助項目違背相關要求的話政府可以取消資助,而文化發展基金現階段未有見到違反規定而取消資助的情況。 即是說現在微勒這個事件是沒有違反到它上面所講的國家安全、公共秩序,還有最重要一點善良的習慣,原來微勒是一個這麼善良的公司來的,我真是現在才知道。 跟著他亦都講道,至於是不是要求受資助企業對社會有正面影響力呢? 歐陽瑜就講道,正面影響力是必須的,如果政府資助的項目對社會影響力是負面,政府一定不做。 但是現在未了,在澳門的影響力到底是正面還是負面呢?我想不用我講了,大家自己都是講一句,心裏面有個答案有把尺,下面留言講。 他同時強調,項目必須符合章程規定當中是清楚列出對每個項目的要求,基金對批出資助的項目也都有追蹤監管。 但是有一定比例的資助額會在最後檢視符合所有規定才發放。 即是說如果未了方面,還有項目在政府那裏是有部分美款是未發放的。 但是我們要知道一點,如果好似這一個新聞那樣講的話,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未了他們之後等件事雕淡了是可以再次申請這些項目, 然後根據他的工作背景,他的履歷,給出來的所有計劃是正面的。 那他同樣可以繼續拿到這些資助呢? 那我不知你們怎樣看呀? 但是我覺得他對現在的社會來講是不是一個善良的習慣呢? 我想大家都會知道的啦。 那還有一個新聞就講緊啦,他訪問了五間博企有沒有同微辣割席。 而這五間的博企就未有表態呀。 那根據這個新聞報道,是ALL IN那邊出來的。 那他們就向這個金沙中國、美高梅、新浩影匯、永麗皇宮和銀魚發電郵查詢微辣的合作情況。 不過他說去到7月28號晚上8點仍然未有收到任何回應。 而其實六大博企是得奧魚綜合不在微辣的合作名單上的。 那為何大家還未表態呢? 我覺得可能會有一個原因的。 是甚麼原因呢? 那很可能就是他們現在自己公司內部就跟這些sponsor 合作夥伴廣告商就在那談啦。 那這件事可能過多幾天就會沒事的啦。 那所以沒事之後大家可以繼續合作。 而他們亦都在抱持著一個觀望的態度。 亦都極有可能是這樣的。 但是發生一件這麼大單的事件, 中港澳台、馬來西亞未出現過的事件, 因爲這些博企其實才是他們一個比較大的水喉。 是一些屬於政府資助以外市場性的收入。 如果這一段收入沒了的話, 那其實他們可以講得上公司是社會性地死亡。 因爲他們所來的單不是一般市場、一般小市民、 大眾的生意,是來自這些企業的生意。 那如果是本身形狀有問題, 是會影響到跟他們合作的企業的。 那其實除了奧魚綜合之外, 這些這麼幾間的, 如果繼續跟他們合作的話, 我相信未來不少網民亦都會覺得他們形狀比較差。 那到底啦,來到最後啦, 那未啦,可不可以靠著現在冷處理的打算, 就可以大步攬過這件事呢? 我們再看看之後怎麼發展啦。 好啦,那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邊留個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